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没有办法去左右他们的想法 我们只能左右我们自己的想法 有空的时候我就会返回去看那个时候的自己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是最单纯 就是有时候如果遇到什么问题 或者说迷茫的时候我也会选择去看《创造夜灵》 包括有时候也会看一些粉丝给我拍的一些那个单人的cut 或者说开一些自己的节目 或者说看自己拍的戏 就回去看自己当初的样子是一个什么样子 因为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嘛 所以我太容易被受影响 我对自己没有自信的时候我就觉得 我不会做好一件事 所以呢 我就会以这样的方式去看看自己当时 为什么一直要坚持下来 然后走到今天 然后我也会想到 之前我还没有参加《创造101》 我还没有成为火界 我还没有成为散烈阳阴晴这个人的时候 我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我是多么的去努力去完成这个东西 我觉得生活上是没什么不同 因为还是要在这个圈子里奔波工作 但是只有我觉得只有唯一一点不同 是从一个群体到一个人的工作 之前是大家一会去面对好的事情坏的事情 那现在变成说是自己要去 就是独立自主的去面对这些事情 化妆的时候少了叽叽喳喳的声音 差别就在这里 一开始还挺不能适应的 因为其实我在从出道的第一天 就不是说从《创造101》 就从14年 就从我出道的第一天开始 我就是一直以女环的身份 在这个行业工作 对所以这是我算是这七年当中 第一次独立出来了 对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慌 可是现在慢慢的也 也开始慢慢的去熟悉她 其实剪短发这个东西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对自己判断就是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身材特别好的人 或者说长得特别好看的女生 踏入野艺圈的第一天 公司的老板 经纪人们都说我应该要剪短发 因为感觉我的短发会更适合我 因为我也想尝试一下 结果剪了之后发现 确实好像有点popular起来了 好像身边的人都愿意跟我玩多一点的那种 自以为 不要笑 就是自以为 所以就觉得说短发现在这个样子挺好的 然后我自己也很满意我现在这个样子 虽然有可能也不是那么好看 或者说那么完美了 但是我觉得比之前满意很多 一开始我是自我怀疑 我有缺点但应该没有这么夸张 但是很多东西都被 黑化了很多很多 造成有时候我看到这一些恶评 我都会觉得 我好像是这样的人 然后对自己产生怀疑了之后 对自己就没有自信 很害怕跟人说话 很害怕在镜头面前展现自己 像这些事情 是我不太愿意会跟家里去做讨论的事 因为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每次我爸妈有可能问我的时候 我都不愿意说 要不然我就说 太火了就是这样 没办法 会是以这样的心态 但其实内心是受了很多的伤的 就它真的是有一个刀 就画在你心里面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身边的朋友是 一直在伸手来帮助我 让我起来 让我慢慢好起来的 甚至现在偶尔看到一些恶评 或者说不好的评论 或者说什么屁我丑徒啥的 其实就没什么太大感觉 变成说这些会变成我朋友圈的一些乐趣 网络暴力这个东西 其实真的挺痛苦的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善待身边的人 还有我们这些打拼的人 当然 因为毕竟你是公共人物嘛 肯定是要接受所有的评价 只是说 一些评价能让你变得更好的 我们去改变我觉得是好事 但如果说一些评价是为骂你而骂的 那就不用在乎 艺人是一小群人 但是观众是大群人 我们没有办法去左右他们的想法 我们只能左右我们自己的想法 15岁的时候嘛 然后奋斗了两年 发现好像 要追逐梦想这件事情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当时就觉得说 自己不太合适 但是呢 在不太合适的过程中呢 我又不想放弃 所以就跟我爸约定了一年的时间 我说如果我没有做到好的成绩的话 我就在他生日的时候就回家 我会选择不让自己孤独 北京就是我第二个家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 我离开家里了之后 我最需要的就是家人般的陪伴 我觉得朋友是家人般的存在 对我来说 将心比心是很重要的 今天能成为我的好朋友 肯定是我们交换了很多秘密 然后我在你面前我是个透女人 你知道我面前是个透明人 就是家人关系 就是想念 想念 想念 特别想念 我是特别特别念家的人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我一个女儿没有陪在她们身边 是不是有点不好 但是呢近期我做了一个 我做了一些大事 就是因为这个月是我生日嘛 然后我把我所有的存款 都汇给我爸妈了 我就觉得很自豪 我就会觉得我之前的那些愧疚 跟那些没有时间陪伴她们的时候 就是我用这个东西来表达 因为我在这边只能努力地工作工作 我给了她们之后 我也跟她们说 就是你们想要重新弄房子啊 你们想要换台车啊 你们想要做什么啊 就去做 这是我今年我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最大最大的 然后最自豪的一次 我妈吓到了 因为我妈觉得我是一个很会花钱的人 因为就是之前我爸给我的生活费啊 就是我都会这场花 就是花在住住住上 然后吃饭上面 所以我爸我妈就会觉得说 我是一个不省的人 就是有多少花多少的人 所以呢 我当时给他们汇过去的时候 我妈马上就给我打了一通电话 她说你这个钱哪来的 然后我就说是我这两年涨的钱 我只花在就是我的房租上 跟我吃喝的上面 因为我真的就不买东西 我没有那个习惯 我也不爱逛街 说这是我两年涨的钱 有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名额 金额不是很大 但对他们来说就是很大 所以我自己也很开心 当时我妈给我打电话哭 哭的时候 我就觉得就是 做到了女儿该有的 我觉得有可能要等到结婚之后吧 粉红墙上画凤凰 凤凰画在粉红墙 红凤凰粉凤凰 这是凤字没错吧 粉凤凰 红粉凤凰 花凤凰 六十六岁的鹿老头 盖了六十六尖龙 买了六十六楼油 养了六十六头牛 摆了六十六颗垂羊柳 六十六楼油 是楼吗 这是楼 六十六楼油 背带六十六尖楼 六十六头牛 扣在六十六颗垂羊柳 忽然一旦爬风气 吹倒了六十六尖楼 翻倒了六十六楼油 折倒了六十六颗垂羊柳 砸死了六十六头牛 急煞了六十六岁的鹿老头 就那个微笑 就是爸爸妈妈很爱发的那个微笑 其实说实话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想过说 我未来要做什么 我只想过说 我想要成为一个歌手 什么样的歌手都可以 就是有可能 卖艺我也觉得很好 或是说在一个小酒吧 铸唱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我当时就觉得说 只要能让我唱歌 我就开心了 或者说能让我出一张专辑 能有自己的歌 能开个个人的小演唱会 这样我就很快乐了 辛苦了 一路走来不太容易 但是你一直坚持着 让我有了今天 未来我们继续加油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